中豪之邦颁奖典礼刚刚落幕 各个球团接下来要忙的 就是洋将寻才 还有本土球员的合约 今年度票选获得满分220分 获得年度最佳指定打击奖的周思琦 初期活动正式即将行使自由权权利 这将是周董生涯第二度 行使这个权利 中心兄弟球团如果想要留下 就为人气实力兼具球星 球季期间得好好和经纪公司洽谈 合约的事情交给专业烦恼 球星本人就是努力锻炼维持 替自己的成绩行情打拼 更要扮演小球员的榜样 像是周董和李正昌 这对头打双心 以及退役依旧人气很夯的副领队 恰恰彭正敏 则是卖力替企业赞助的基层赛事 担任宣传大使 每件事情在人生的道路上 它一定会有不断的很多的挑战出现 所以你只要把自己的心态挑战好 那抱着一颗学习的态度 我想你就会一直累积很多的经验 要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记得 你就是你能够挑战它克服它 得到最后你想要的那个目标跟成果 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追寻的 挑战就是一直往前看 要强大的意识相信自己能做得到 勉励小球员要勇于接受挑战 黄山郡的球星们也期待小小种子 能够发挥热情 在棒球的比赛吸收养分 成长茁壮 本来提及有黄人口黄华君 综合报道